2024蓝营到底推谁来挑战总统大卫 台中市从海线到市区 都有里长自主发起联署 要求党中央征召台中市长卢秀燕选总统 市议员罗廷伟也在市议会公开询问市长的意见 对此卢秀燕说谢谢大家爱护 2024没有意愿选总统 南驱服平里长张其龙在联署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这次不是为了地方建设 而是要求国民党中央征召提名卢秀燕参选总统 希望他在我们治理台中的经验 能来扩及到我们的全国 民进党执政以来 你看口罩要排队 疫苗要排队 快筛要排队 我们的鸡蛋他也要排队 那我们的市长在我们整个全台中市 在治理我们的建设等等这些工作做得非常好 翻开机场里长连署书 要向国民党中央表达地方心声 希望卢秀燕能将台中好的经验放在全国各县市 而市议员罗听伟也在市议会公开询问市长卢秀燕 针对地方劝禁如何回应 最近29区的里长不断的在联署 甚至罗志强说成全两个字 十二个笔画非常困难 你也说啦 党不缺人才缺的是愿意牺牲的人 市长为什么这么多人一直在劝进你 但是你还是很明确的拒绝 非常谢谢大家的爱护跟好意 那我已经一而再 再而三地向大家报告 在2024我们有意愿 那辜负大家的期待 卢秀燕强调自己没有意愿 辜负大家的好意 希望让更有意愿的人来承担